iğ değişik 迪卡洛 迭迭撞撞 兩個轉移 來到阿明的手上 本土得分王 切入到進區得分 哇 advice 最後把球給甩進來 前面二打二的機會 對 楊敬明收球跨步 但是他自己要去控制好 步球動作真的要做好 那連續兩球都被撥掉了 楊敬明打得跟迷球一樣 籃板球的鞏固並不理想 對 這波制真的不理想 阿米 進算加把 來看一下這一球 吳哲義要賠上犯規 剛那一波的 這個結局四波的攻勢 第一波其實 好球 底線開後門啊 沒有強打會出手啦 對 以為他們在反倒的 德維林的相當緊喔 這一球 底線過了 之後 四關起來的一個 競算加把 這像三十七歲的男人嗎 完全不像 太扯了 比扯林還扯啊 阿米在下半場 兩次漂亮的突破 這個人的防守有點下滑 這要注意一下 現在雙鋒三分了 差距 競算加把 楊晉敏連得五分 而且還有發飆了 今天有點太外掛了 再失去幾分了 本土唯一一位 得分來到20的球員 這次的切入挑戰 Jordan有 為什麼他可以幫助他在做很多 彈球的動作或外線出手的時候 對球的掌控 掌控度會非常好 沒錯 噢 這集兩分球 非常的準 他們不會因為一兩個吹判 去影響到整個團隊的情緒太久 沒錯 就馬上把三助力再放回到 關 哇 前面阿米 假動作之後再得兩分 他已經拿下22分了 這次的打球 八分失誤 已經掉球 藍底加楊晉敏 到哪兒 阿米要自己上嗎 阿米要自己上嗎 阿米要收掉 五分 五分 非常地常見喔 阿米 哇 拉桿的出手 高難度的兩分 阿米戰士 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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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出手力道過大了 楊敬明 這是一個N1 進鑽加法 對這一開始三 左邊頂角放到阿敏的出手 再來一個三分 阿敏 再回送給他是一個外線的空檔 三分球 楊敬明 急停跳投的半分球 Liggins在轉移出來 楊敬明的外線開火 在三分身外 命中 自己拔起來在四十五度角 他今天打到四號位 當然高度上面會比較辛苦一點 阿敏的外線出手 有 掌握在手上 基本傳球 楊敬明在底線開火 急停三分球 底線 楊敬明放棄隊的體重 哇 這是國王隊的 楊敬明 阿敏再一步 三分身外出手 這是他的熱群 敲了最後一口氣 看看在第四節有沒有這個機會 阿敏直接打起來 外圍的三分球 楊敬明 球美進但籃板球保護在國王隊的手上 交給這一個男人就麻煩大囉 一盪機會 跳進了這個三分 敏哥 楊敬明 阿敏 出來接球 直接投籃 又是一個三分球 非常的關鍵 我第二球 這個勇士隊已經判斷到他出了